杨江说 说他 说他被粉丝骂了 因为 拍的镜头 没有我和王毅 然后就说 公司给他打电话 因为就是光博 收到了这个评论吧 确实我也很惊讶 竟然真的有反馈 谢谢 是不是有人敲门 欢欢 还我衣服 就是我今天好丑啊 是吗 是哦 我今天额头 怎么这么高啊 你刚刚叫我 不是不是不是 是他那吹风机 给我吹起来之后 我的额头都要快五指 吐不大鸡的 怎么弄得不好 我去出个桶 等一下 没有没有 带个小帽子 我穿好多 哎呀 找不到帽子呢 哎呀 我今天哎呦 这是我好容易拍到你 这里的光不是特别好 我把这小灯刮了 这个房间只有这两个灯吗 现在天太黑了 给你看一下 今天有夕阳吗 今天怎么可能会有夕阳呢 弯弯 谢谢你哦弯弯 没办法 我们粉丝叫什么 小月啊小亮啊 然后月亮姐姐啊 月亮妹妹啊 太多了 准备在你小弯了 大家感觉我8号都那天 是8号吧 我8号那天 可能都没有时间 跟大家直播 是的 但是没关系 现在就是已经成长很多了 我记得我四周年的时候 好像吃烤肉 错过了零点 但是我也是快码加 快码加变得赶回去直播了 就是这个时间没有调整好 当时就去韩国街 谢谢银光海 韩国街回来非常时间非常久 可以发点照片看看吗 后面几天还真不一定能发照片了 因为我们就是明天开始要拍MV了 就要拍照片 估计也是拍到服装的 你懂吧 我还想拍这个抖音 库层今天就没拍照 因为今天没人帮我拍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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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摄影师得让摄影师修 就你们知道的 怎么可能是MV动作 我们MV动作可是这个 我们前期都是这样子出去的 先是 胖胖胖 咕起 蹦 然后 做完这个动作之后开跳 然后开始 先是这样 先是这样 先这样